黑色轎车来到路口 明明是红灯 但驾驶却没刹车 直接撞上停等红灯的小黄 问奖赶紧报案 警方一到场 闻到浓浓酒气 原来黑车驾驶酒驾 还发现开车的人 竟然是他 穿着蓝色外套 帽子低到不能再低 他是艺人宋少卿 酒测值高达0.95 当场被带回警局 依公共危险罪送办 似乎知道自己闯祸 一句话都不敢说 看到镜头 头低到不能再低 被撞的小黄 左后方受损 黑色轎车则是车头毁损 小黄问奖 28号凌晨2点多 在板桥府中捷运站附近 停等红灯时无辜遭撞 明明大半夜路上没什么车 气得下车报警 才发现竟然是宋少卿 他27号晚间疑似 和朋友聚餐 喝了不少酒 还是要执意开车 其实宋少卿酒后上路 已经不是第一次 这回再度酒驾 讯后3万元交保 只是身为艺人 一再做出不良示范 恐怕也让他的形象 是严重打击 TVBS新闻 杖木鱼郭颖 新美食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赶紧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